我覺得只要是那一頭 那哥哥之間一定是認可能力最高的人 能力最高 要不就是音樂 要不就是舞蹈 表演其實是塑造一個氛圍 那下的狀態 還有他念的那個感覺 是我覺得最觸碰的 對於團隊的擔當 以及他自己的突破而言 他應該當初無愧地當了MVP 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一些年輕的 有潛力的哥哥吧 不是說有的時候一定就是說 你在台前 如果台後做的也很漂亮的話 那也厲害 每一個哥哥的努力跟付出 都應該被記住 接下來就為大家來集體揭曉一下 你們投選出的MVP人選 我們恭喜的是胡彥斌哥哥 排名第一 獲得15票 成為本場的第一位MVP 同時我們要恭喜的是 馬曉龍和余浩銘 兩位哥哥都獲得了12票 12票 不錯 他們在並列第二的情況下 根據我們的規則 個人喜愛度更高的 馬曉龍哥哥成為了本場的MVP 你個人喜愛 真的假的 同時也要祝賀余浩銘哥哥 收穫大家的喜愛 祝賀你們 祝賀 恭喜兩位成為本場的MVP 請登台 領取屬於你們的榮譽戒指 不敢相信 馬曉龍 厲害 那就請兩位互相為對方戴上MVP戒指 哇 劍华皇带琴 逼得五名 对 就特别专业 我败 彦斌哥帮我带着戒指那一刻 我就破除了这个 绝运马师的这个魔咒了 挂车 我觉得替咱们节目舞者 争了口气 就觉得舞者开始 有被人看到了 对 我觉得而且这一次 是所有的哥哥的投票 每一个人都是对于音乐 舞台 都有自己的经验的见解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肯定 我是相当开心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最终的结果发布 以上就是本场演唱会六个部落的最终成绩 这个结果非常的闹心 肯定我作为队长有最大的责 感觉到自责和内疚 我看到咱们排到处第一 我真的 我现在心到里面 真的很 抱歉 就在想自己的部落会不会有人要走 有担心之中 你就会想到自己部落里面危险的人是谁 风来今天好好的 我是有点心疼 因为我没有让到大家都离开 再次也看看 第一个 根据本场演唱会的敬演规则 六大部落累积两轮总成绩 排名前三的部落 全员安全 后三的全员危险 而在所有危险成员当中 个人喜爱度最低的两位 将会暂别舞台 那么首先我们要请 排名前三的部落 先行乘坐团车返回宿舍 我们看不了结果吗 我们看不了 团车已经准备好了 再见 再见 按照上一宫的感觉来讲的话 我的个人喜爱度在倒数的 我就跟我自己讲 胡斌 你要有一个新年 要做好准备 会害怕 男人们总是害怕输的 会陷入一种 自我的怀疑和质疑里面 我每一次舞台都输了 会不会 危险吧 本次的成绩揭晓 将会交给现场的哥哥们 自己来进行选择 密室内 现在已经摆放了 布诺内所有成员的 结果信封 各位将会随机进行抽取 知晓结果 也就意味着 你可能会抽到自己的结果 也可能会抽到 你队友的结果 领取成绩之后 各位直接返回宿舍 最终的结果需要你们 在宿舍相互告知 要自己杀自己 族里的人 首先 请董宝石部落的魏哲明 陈楚生部落的王岳新 罗杰夫部落的胡斌 三位共同前往滚烫密室 第一个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当时会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哪有客套避开了 不过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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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